大家好 我是娜塔利·麦克唐纳 您正在收看的是悉尼在线节目 当大家还在为澳大利亚第四季度市场波动担忧的时候 有人已经对2017年的经济做出了预测 表示出了乐观的预期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马唐索马 即将为我们带来的中国的GDP数据的预期 欢迎你来到杜高斯贝电视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很荣幸 好的 目前美联储首次升息 在今年很有可能将会成为现实 中国经济在宽松的情况下 也会继续地增长 那么你对第四季度的贸易有怎样的预期呢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因为美联储的加息几率 从8月份的70%下跌到了30% 几乎每一天都在下跌 如果你看一下第一季度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通常每年的第一季度的数据 都是相对较弱的 所以我们就需要从第二个季度的数据开始看 这取决于美联储是否会在市场数据较弱的情况下 也会进行升息呢 我认为利率的正常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市场因此可以有一个相对乐观的预期 而关于中国 我们将会在今天得到一些相关的数据 来判断中国市场的基本面的情况 对于中国来说 当GDP增长率下跌至7%以下后 已经被认为是经济的下滑了 针对潜在的下行的压力 我认为中国政府和央行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并且推出了很多的经济刺激政策 我觉得中国经济有足够的实力 回到7%的增长水平 并且中国经济的五年计划非常出色 也许在短时间内 不会提高大宗商品的售价 但是这对于澳大利亚的出口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我对澳大利亚的第四个季度的数据 是持有乐观的态度的 我们看到市场的流动性正在降低 受到美联储升息预期和中国经济的影响 你认为到年底之前流动性会有所恢复吗 我认为是的 因为目前市场上有太多潜在的大的变数存在 这就包括美联储的加息决定 以及在这个星期之后 中国的经济的走势才会逐渐的明朗 在这样的情况下 市场的流动性必然会减少 而在全球降息大潮中 银行存款利率下降到了30%到40% 并且利率在未来的几年中 看起来不会出现大的反弹 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多的回报 投资股市仍然是一个好的选择 因此我对未来两到三个月的需求 保持着乐观的态度 就澳洲国内的表现而言 在年初的时候我们还讨论过6000点 但现在只有在5000点了 对于这一点 您又有什么看法呢 我对于澳洲的X指数 在明年的预期仍然是6000点 在两年前 该指数曾经达到过6500点 然后下跌到了6100点 我对于明年达到6000点 是非常有信心的 因为如果你看一下利率和市场的 股息分成率 我认为全球市场都在等待着货币的稳定 从市场的平衡的角度来看 指数很有可能将会回到6300点 前提就是 中国的经济能够得到稳定的增长 所以除去这个风险因素 指数价格可能将会停留在6000到7000之间 那么到时候 我预计投资者们将会抛售美元进入澳洲市场 因为在其他的地方 回报只有2%到3 而在这里 回报率可以达到6%到7% 所以我预期市场会出现反转 指数将会超过6000 达到这样一个必要的条件 就还包括了全球经济需要去复苏 预计将会在2017年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在2016年 这是一个过渡的年份 2017年会更好的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 你认为圣诞节的到来 可能会为我们带来一些礼物吗 我认为目前澳洲市场正处在一个周期当中 因为在10月份 我们看到了市场出现了变化 包括股息分成率 银行之间的浮动 这就等于是重新地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周期 紧接着又受到了美国数据报告的影响 再一次地出现了回落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拉力局面 每当我们快要达到那里的时候 又受到了相关因素的影响 出现回落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美联储的加息 中国政府央行的改革措施 以及澳洲国内的需求 都是相对较为积极的因素 我认为澳大利亚政府 在领导艺术方面就充满了艺术性 2016年的前景 虽然也会是很好 但是我认为 在2017年才会迎来真正的转折点 一年的时间作为过渡期 这也给予了投资者们充分的信心 而在未来的一到两个月的时间里 我们将会迎来小幅度的反弹 好的 感谢你的参与 不客气 以上就是本期的心理在线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收看 请持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的澳洲访谈 再见